美勒日巴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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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勒日巴尊者的上師 馬爾巴達一師 他幾乎犧牲了生命 遠渡重養 到印度 親近 這個 這個 納洛巴大師 取回 納洛六法 即身成就 大手印的法門 那 當他去親近 納洛巴大師的時候 曾經 這個善樂金剛的 坦承顯現在空中 這個馬爾巴大師 很高興 親近佛坦承 趕快 鼎禮下拜 這個 納洛巴大師 站在旁邊沒有講話 等他拜完了以後 這個坦承通通收到 納洛巴大師的心輪當中 他就跟他說 馬爾巴非常遺憾 今天你親見諸佛坦承 你 只拜佛 沒有先拜上師 以這樣的緣起 你將失去 你的兒子 我這個馬爾巴聽到 才恍然的 哎呀 剛才親見佛的貪承 太興奮 忘記先頂禮上師 因為金剛聖的行者而言 上師是 三世諸佛的總集 那 這個 那洛巴大師很慈悲 就跟他講 沒有關係 你現在把我告訴你的口訣 記住 也許還可以救回你的兒子 你回去以後 告訴你的兒子 不能出門參加宴會 如果不聽出門了 不能坐在上位 如果還不聽坐了上位 不能講真話 他覺得很奇怪 上師怎麼救他這個事情 再回去 你回去以後 他就告訴他的太太 他的佛母 就說 那如果上師講 千萬不能讓我們兒子出門 出門 不能坐上位 坐了上位不能講實話 你千萬要交代他 他兒子 有一天 他兒子也是修密法多年 有相當的境界 還是出門了 人家邀請他 這個酒宴 那這個馬爾巴大師的兒子 在地方上是有頭有臉的 成就者的兒子 就請他去 他就完全把他父親的叮嚀 拋住腦後 去了以後 人家當然就請 哎呀 這個是馬爾巴大師的公子 請上座請上座 請他 他也就坐到守衛去了 那就完全忘記了 結果坐到守衛 還有一個 坐在比他更守衛的一個大師 他一看 就是當初一個相當著名 這個修大威德金剛成就的 這個拿洛扎瓦大師 拿洛扎瓦大師呢 他是一位慈悲心的菩薩 但是他殺很多人 依照密序的言教 菩薩為了救度眾生 應該吃肉 他就吃肉 應該喝酒 他就喝酒 應該殺人 菩薩就殺人 這個是一般賢教的見諜 很難理解的 這個拿洛扎瓦大師 是為什麼殺人呢 他專殺破亡法的行者 這個破亡法呢 就是謙世法 修這個法可以直接往生到極樂世界去 但是這個謙世法威力太大 這個拿洛扎瓦大師 他相當有慈悲心 他想說這個法要是落在壞人手中 那天下的好人就糟糕了 因為他會從頂門出竅 奪色 覆在別人的軀體上 達到長生不死 也有在藏地因此危害人間的案例 所以這個拿洛扎瓦大師 遇到修破亡法的人 就殺他 為什麼 為了守護眾生 結果當他被請到守衛的時候 往右一看 坐在他旁邊的就是拿洛扎瓦大師 這一下糟了 他想說這個人專殺修破亡法 我的爸爸就是破亡法的專長 轉給我 我就是破亡法的高手 這下怎麼辦呢 然後 這個九過三巡 這個馬爾巴大醫師的兒子已經醉醺醺醺的 然後旁邊的拿洛扎瓦大師就問他問題 他說 這個大法師 你什麼時候不修貪城管 就問他 一個金剛聖的行者 隨時隨地 包括你睡覺洗澡上廁所 你都要觀想你的上司在頭頂 自己本身呢 就是你的本尊 所謂頭頂上司 升級本尊 而你所處之地呢 包括我們在這裡學佛 你不能想這裡是辦公大樓 幾樓 這裡就是佛宮殿 這叫坦承觀 你的護法眷重是團團圍住 一個密聖的行者隨時隨地 都要保持這樣的觀修 那馬爾巴大醫師的兒子 如果保持這樣的觀修 那叫無懈可擊 你什麼樣的法都傷不了他 那形成一個護輪 那所以他就跟他打聽 你什麼時候不修貪城觀呢 他已經喝醉了 就跟他講了 我上馬的時候不修貪城觀 為什麼 上馬腳用力踏馬鞍這樣一蹬 如果修貪城 會把馬被折斷 壓斷太重了 所以他也是持對心 上馬 不觀想 被他聽到了 所以當他喝醉酒 準備上馬的時候 陳達羅斯沙瓦大師 一修法 畫七隻烏鴉飛過去 這烏鴉一飛 馬爾巴醫師的兒子 那匹馬嚇一跳 嘶嚇一聲 狂奔出去 馬爾巴大師的兒子 就這樣活活給拖死了 就他成功的把他兒子殺掉 那馬爾巴大醫師聽到了以後 那還得了 趕快把他兒子的屍體帶回家 人死了以後 外氣一斷 外氣一斷 內氣 就是我們的微細身 就開始運作了 尤其是 專修圓腕次第 氣脈明點的人 這就是他的看家本領 你看我們的祖師 外氣一斷 事先元吉 還禪定十六天 這十六天幹什麼 他的微細身 他的中脈 他的看家本領 剛剛開始 讓他急身成佛 就是馬爾巴大醫師看著他兒子 說你還記得破瓦法的口訣嗎 對他兒子的屍體講 他的兒子用心事來回答 當然記得 他說你現在開始修 我去給你找另一個屍體來 密附在他身上 結果找找找根本就找不到 找了七天 眼看就快不行了 找了一隻小鳥的屍體 沒有辦法再下去 透過時間不行了 一下投身到這個小鳥身上 飛起來了 那拿諾沙瓦大師想 那我怎麼可以放過他 繼續追殺他 馬爾巴大醫師想 就說我 就提醒空西母 說我這個兒子 他現在遭遇極大的危險 那請你們保佑他吧 經過空西母的加持 他才平安的飛出藏地 因為這個因緣 因為這個因緣 密的日巴尊者 才得到馬爾巴大醫師 普阿法的傳承 否則這個普阿法 馬爾巴大醫師 是要傳給他兒子的 就是敵傳 所以你看看這個金剛聖 他雖然具力 但是呢 因為馬爾巴大醫師 他對這個教法沒有很講究 清乎 我遭感了不好的緣起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 是一個緣起法的世界 什麼事情都講緣起 就要站在一個好的緣起 才能遭感很多的吉祥殊聖